屁股上都是屎 别靠近 我们这个小家伙 早上我们刚起床的时候 他就在我们门边叫 然后我们走出来一看 发现他的那个猫厕 猫砂旁边都是屎 他的屎给从猫砂里面带出来了 可能昨天吃了一个罐头 拉软便 对就是猫厕所家里 那个地砖上面都是那个屎的痕子 拖来拖去 我感觉他在用力的把他拖干净 对你看他屁股上面还有屎 还有屎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带到那个 别跑 其实他从买回来到 现在我们家已经有三个多月了吧 三个月 他已经四个月了 反正就没洗过澡 最好跟他去洗个澡 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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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哼哼 晕车吧 木槽的啊 我今天就去偷试 看着蛮洗走的 下个就自己给你洗 哦 嗯哼哼 又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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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帮我看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虫啊 什么 你看 小伙子 有没有什么 你看 他这个 嗯 猫腺算算那个了吗 猫腺 猫泪很 算严重吗 不严重 感觉常年都有猫 猫虚 猫虚 猫脸 我看还是挺瘦 有个四斤多 有四斤的吗 上次差不多 哎呦 好香啊 真的给他放床上来了 洗个澡 你看天都黑了 好久洗了 洗个澡多少钱 五十块钱 他太小了 不能用它吹风去吹 地道太大了 这样给他烘干 烘干之后再用小的吹风去吹 这个就是去洗澡的时候 送的那个冻干的鸡胸肉 应该是鸡胸肉 或者鸡肉 饼干来这里 你看这是他的小天地 这里是牙膏 满虫的 耳满的 消毒的 猫饼干 猫奶粉 他的零食 给他放在里面 这个之前有个什么九九节 然后被他囤了一些猫磚 体外去虫的一个月一次 然后超碎的心 打吃的时候还挺便宜的 罐头 饼干 他真是不理你 饼干 这个十个不同的味道 这两个是一样的 多少钱 多少钱 我看一下 你这个小脑瓜已经算不出来 嗯 小脑太小了 只罐 一百二 比人的还贵 因为我之前给他拆过一盒 买过一盒吃过 他挺喜欢吃的 他那个里面的肉 比我在减肥 今天吃了那个金腔日鱼 肉还要好 你吃过 看上去 好 饼干 洗个澡好看一点 并没有 百分九这么好看 这几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知道我们要出门了 这天特别黏我我跟你说 现在不是特别黏我 你看 迫不及待想要走 两只猫跟个小朋友一样操心 真的是 你看东西真的是 基本上面面巨大了我已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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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 嗯 乖 睡觉吧 嗯 中文字幕——YK